像贵美师姐一样 来我这里上班 书籍上班 那么有一天在楼上去 他说我的命很不好 我的人生通通疏 第一个先生早死 第二个没有婆婆的眼 第三个我的腿被撞断了两三次 一站好看贵美师姐站起来给我看 师父你看我这只欧形的腿 两条腿站起来中间一个欧形的 我生命从头到尾 没有一点可以留念的 那就交代师父 我的后世还麻烦师父 因为他血压高 什么时候要走也不知道 那么那一天刚好躺下去了 躺下去了 躺下去的时候 急救 到医院里面 我们人只要十分钟 缺氧十分钟 就脑死了 送到那边 打电话去 打电话去救护车来 已经十分钟了 再印到五花科 动一下 人口再捕一下 差不多半个钟头了 救来不及了 问题是没有人敢做决定了 先生死了 也没儿子了 女儿还小了 也不懂了 那这个是 严肉汪跟我的事情了 那最后就要师父出面了 我一定要去 因为处理对了 往生处理错了 下地义的 会下山土的 去我就问他 我看 我自己观察 看 不行了 这个没办法的 但是我看没办法 要听听医生怎么说了 我说医生呢 现在状况怎么样 医生说肾衰竭 你看 手也肿了 腿也肿了 肾衰竭了 一个人 经过急救以后 震动 没有活过来 里面就会烂掉 如果有活过来 新陈代谢就会正常 吃吃药 里面的内伤就会好 可是没有醒过来 走过去的时候 闻到一股臭味 从那呼吸的时候 就闻到一股臭味 就表示内脏 正坏了 那问题很大了 那再来 问他说 那医生再来他做什么 他再来就切气管 管插进去 那做什么 开始洗肾 哇 然后请问医生 那洗肾以后 他会不会醒过来 他说 没办法 没办法醒过来 我说 那洗了肾以后 要洗多久 他洗一生一世 又没办法醒过来 又变成植物人 王小民 就会老婆 老婆 国家两个 都死一世感冻 那就是我 那后来看这样不行 对不对 所以我就告诉他说 妹妹 你要签名 叫他你 你赶快 一定要签名 对不对 有因果师父负责 现在要抢 抢贵美的灵魂 神事 抢赢了我们上极乐世界 抢苏兰就麻烦了 你给他切气管 然后再洗肾 那一生一世都醒不过来 那你叫这个做什么呢 赶快运回来 我就叫法天师这里 因为他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贵美我是很感兴 他对师父是非常恭敬 你要听他讲一句三宝的故事 那绝对不可能 那么既然人家托付给我 我就必须 而且把他负责 何况说他是工作人员 然后在他还没有走以前 本来这个车库 是准备给苏玛用的 你这贵美先用了 这个车库 本来就不是贵美要用的 本来要给苏玛用 他就没死你就没得到 他就是不会死 本来要准备给苏玛用的 他结果是贵美人家先用了 然后我们就观察 把那个脉 因为他打那个强心剂 他打那个强心剂 所以这个心跳 根本不是他自己在心跳的 按照那种脉搏来讲 12个钟头 他就会断气的 可是我们猜错了 那因为后来就残留的强心剂 强心剂 那师父就看过注念 至少有好几百个人 那一看就把脉就知道了 差不多多久的时间 后来没有想到 这个是用强心剂的问题 那残留在体内的这个剂量 还没有用完 还没有用完 所以到了早上十点半断气 十点半断气 通通不能动 神团轮流 那贵美师姐也跟这个法师 结了很好的姻缘 法师去买书了 如果是一千两百块了 他就说一千就好了 两百块他私下 供养常住 怎么样一个 虽然说少许的钱 可是他一心一意 都是这样及这个善言 据说还保险一条一百万的 要给师父 这是后来才听到的 那我吓一跳 我怎么会这么有福报 不过还没领到 我怎么会这么有福报 人家偷偷写我的名字 我都不知道了 不小心就赚了一百 那么这个祝念的时候 那有师父在 我去跟他简单教授过三次 我非常有把握的 因为去年的罗汉碑 姜叔基亚两个都往生 不过那两个都是下评的 这个贵敏师姐 是我们几十年来过 几十年来看过的品位是最高的 一个人断气半个钟头 再一个钟头 顶部哦 马上难的 这个是下评的 品位很低的 一个人断气以后 这个顶部啊 六个钟头还是热的 那决定是中品中生 就是有让师父灌点过 然后自己打八关灾借过 然后不知道两种恶业 不到生起物 不毁放三宝 他一定坚持这个的 然后每天啊 求极乐世界 他说师父 我没有 无所求 那最好了 那那 十点半断气到下午 四点半 我都还 可以跟他 加持一下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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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没心跳了, 没心跳了, 人家就蹦了, 那个急救的方式, 五脏都震坏掉了, 那所以到第五天, 就里面都臭掉了, 人生就是这样一个臭皮的, 那么, 是不是这样, 从根据这个净土圣行录异解, 就知道他是中品中生, 他一生一世统统输, 嫁, 老公, 老公死了, 家里经济也不是很好, 再来腿断断了两三次, 结果离命中他赢了, 赢了, 还中品中生, 我说师父讲过的, 一生一世都输没有关系, 你怎么吃亏都没有关系, 人家怎么毁谤都没有关系, 人家怎么赞叹也没有什么作用, 离命中他一定要赢, 他离命中赢了, 讲这个猛山来告诉大家, 就是说修行没有分高下的, 比如说, 这讲给法师听的, 我才来听, 这不是讲给基士听的, 我不听, 这猛山基士是可以的, 是可以听的, 你就来随喜功德, 功德是无量, 无边的, 所以后来啊, 段契又看他的脸啊, 像睡觉一样, 吐了那么多血, 那整个亡生辈都是血喷出来的, 今天来讲的话, 话讲回来, 如果都碰到, 他没有学佛, 完了, 他完蛋了, 他今天如果没有学佛, 一定要再折腾几年, 切气管, 插管子, 开始洗肾, 然后人也醒不过来, 就像王小明一样, 变植物人, 家里的负担, 活人也痛苦, 死人死不去, 活人痛苦的不堪, 钱一直花, 就这样子, 师父, 这个决定要赴英国的, 所以我决定了, 今天我赢了, 他送到极乐世界去了, 功德一桩, 这些法师们沦乱上阵的祝念, 也是他的功德, 这个车库本来就不是他要用的, 他先用了, 你看这是不是福的姻缘, 这讲这个姻缘就是告诉大家, 所以我那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在文书讲堂, 我们拥有政治正见, 我们依法不依人, 我们进出文书讲堂的将来的往生人数, 会非常的多, 我已经讲过了, 师父走三个家庭, 路上边我有去, 对不对, 还有教授戒, 那么这个, 不必这个都是师父亲自处理的, 三个多往生, 很奇怪, 对的我, 我来处理一堵翁星很奇怪, 下课以后师父马上要来登记了, 师父那我灵命中会麻烦你, 除了你, 对不起, 我不敢答应你了, 要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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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平常的表现怎么样, 对不对, 你如果我拍印象你就不错了, 我不跟你骗了, 如果说贵美师节今天如果运送到停尸间也惨了, 那整个晚上谁跟他祝念啊, 他只有一个女儿有办法吗, 没有办法, 所以我为了贵美师节那天晚上都没有休息, 都没有睡觉, 就开始端详, 我的第六感知道他已经不行了, 第六感了, 很强, 真的不行了, 不行明天就要去决定了, 晚上开始打坐了, 打坐来做什么什么样布置呢, 布置了教法天师负责, 然后十一点我去的时候, 不对, 叫你们马上签名, 印回来, 印回来, 坦已经见了, 弄好了, 通通替他想好了, 人家住恋是十六个钟头, 贵美师节住恋了四十八个钟头, 四十八个钟头, 看这个功德有多大, 他因为给我印象很好, 他也没有什么钱, 不是说他家很有钱, 他也没有, 他就是对师父非常非常的客气, 所以你不要对我心怀, 我告诉你, 你对我心怀要好, 他印象要好, 你就真麻烦, 时间到我就不知道你了, 拖去耍鱼经的, 亲自在人母, 那个时候如果是运到停尸间去, 这下就麻烦了, 所以师父处理得到, 哎呀, 人家家里死人了, 是很痛苦的, 我们家好像在办喜事一样的, 还是中品的, 是我们建构的机事里面, 品位是最高的, 就这个顶部六个, 往生后六个钟头是热的, 这个很不简单的, 如果往生以后十二个钟头顶部是热的, 那个是决定是上品的, 那一定是上品的, 那气味冲上去, 不过冬天跟夏天也有差, 冬天很冷的时候, 顶部要冷就比较快一点, 不能一概而论, 不能一概而论,